大家好 我是穷游的四水年华 我现在在贵州的前东南 车子就停在这个停车场里了 大家看看 这个小山帮 都是尖的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这里距离广西挺近了 广西说是十万大山 这里真的是非常大 这停车场非常的空旷 大家看看这个山上有那种塔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知道的给我说一声 我放大一点 大家看看 我在那个范境山 也见过这种东西 不知道是干嘛的 很多 你看然后这个山头 也是是不是 不过说真的 这贵州的山也挺多的 你看前面这些商品房都是 开山建房 大家看看 对不对 把这山都给开了 建这个商品房 凯里市第三幼儿园 可以啊 我在凯里已经待了好几天了 并不是玩了好几天 是因为我的车坏了 车下面漏油 等配件等了好几天 今天早上终于是把车给修好了 今天中午修好的 我明天就要离开凯里了 我想去西江的千户苗寨去看一看 在城市里嘛 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城市 县城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待在这个村庄 或者小镇上 还是比较 喜欢的 我比较喜欢 尤其是从湖南进贵州那几个小镇 我觉得人文气息 就是路边有卖小吃的 就那种场景 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只有那几个小镇有 我经过这么多小镇 我觉得都一般 就跟其他小镇没什么区别 现在上车休息一会儿 现在六点半 外面好亮 好亮啊 下来看看 朋友们在车里睡了半个小时 好亮堂啊 看看 圆形的 这边这种塔也亮起来了 还有这高速吧 很亮啊 真的很亮 这起来就有烟花 看 这也太好了 我旁边呢 来辆大货车 山东的车 他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 那你们这个活的话师傅 网上几天能找到这个活啊 我一会儿就找到 一会儿就找到了 有福有活不一间子就定了吗 这边没有活 我啊 那现在找到活了没有 没有 那找到也不知道里多久 一般的话两天能找到吧 能 那就行 一般一 可能这是慢的 一般一加减下吧 上油坏的地方 下完减了 下完了减了 你像我看那个视频啊 说咱们这大货车原的不能拉 是不是 就再挣钱也不能拉圆的东西 你说原来有时候刹车了什么的 你那个老话嘛 叫饿死不拉卷 饿死不拉卷 饿死不拉管 饿死不拉管 饿死不拉卷 就这么个意思 危险 危险是吧 你们货车很多也是拿的小型煤气罐 5公斤 比你那个好 买个罐子买个灶 这个做饭非常快 火力猛 朋友们刚刚跟这位司机师傅聊聊天 也是长了挺多的见识 像他们每年的固定开支 就是一个违章 并不是说超速违章 就是这种闯进区违章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闯了进区 还有点就是卸货的 明知进去要拍照扣分 但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去卸货 卸货的话 就是两百三分 这位师傅呢 是从重庆过来的啊 本来以为呢 这个山区啊 运费会高一些 因为歪歪扭扭的路不好走 但是还没有这个平原的工资高啊 就是运费高 你像山东河南 这片都是平的嘛 还没有家里这个运费高 并且呢 在这里呢 货也不好拉 再一个的话 像现在疫情期间 他们这个生意也不好做 很多工厂啊 都关门了 货也不好拉 我以为这个司机师傅 跟我年纪差不多 因为看他的孩子才那么小 问了一下三岁多 实际的话 这是他的老二 老大的话 上那个高二了啊 在家里上高中 高二 他跟我说真的不好干 他跟我们这个还不一样 你像昨天在重庆 今天就开过来了啊 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开车 困了怎么办 我说困了肯定是喝红牛嘛 因为我们自驾游的 很多都是喝红牛 但是他说喝那个喝多了 也不管用了 像他们司机的话 就是掐大腿 有的打脸 然后有的就是 拧着这个胳膊上的肉啊 就各种办法 没有办法啊 因为那个货改 一天开个一千多公里 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说真的是有点难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他们一家三口也是挤在 在那个车头前面啊 有个床上下铺 都是几十睡的 在车里做饭 他们这个车真的啊 像这个凯里都不让进的 很多地方都禁止了 打货车进 不知不觉就扣分了 就罚款了 我感觉我饿了 晚上没吃饭啊 就吃了几块牛肉 煮个泡面吃吧 好久没吃泡面了 开了 下进去 好好煮一煮 再倒点醋 多倒点 朋友们啊 都是为了生活啊 这在做泡面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在心脏线的时候 包括在新疆的时候 我就是上半年吃了有100多点方便面 尤其在心脏线的时候 我记忆犹新啊 那个泡面啊 我感觉我要吃吐了 真的是吃不下了 但是没有办法 肚子特别特别饿 然后我就没有放这个调料 我就放的那个就什么都不放啊 就是清水煮油包 包括那个菜包 包括盐包 菜包我是放了 就是甜的啊 就是没有味道 无味的 我反而觉得那个非常好吃 大家想想 一个方便面 什么都不放 只把那菜包给放进去 无味的 你吃得下去吗 我反而觉得那个好吃 新疆比较大 一个线 距离一个线 多的话两三百公里 少的话最少要大几十公里 牛肉 不说了朋友们 我就吃着了 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啊 刚刚呢 这个司机师傅过来给我打了个招呼 他说他要走了 接到一个活 人家比较着急啊 连夜去装货 他要走了 这大货车司机真的是不容易啊 朋友们 真的是不容易啊 你说本来晚上吃完饭 就一家三口高高兴兴睡觉就行了 但是来了活 你得去接啊 活比较忙 这个司机师傅说呢 还有更忙的啊 一天他最多开过一千七百多公里 将近一千八百公里啊 全程高速 就是连续开二十四小时 真的是 他说没有办法啊 人家赶得急 你既然接了这个订单 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到啊 不然的话这个运费会会可能他们有合同吗 他说会少的没办法 都是为了生活